网品集团举办股东会 宣布今年将会是他们的国际元年 未来不仅会在台湾 中国大陆要持续展店 在美国市场呢 目前已经进入了授权谈判的阶段 预计下半年就可以完成 去年底与新加坡中式餐饮集团合作 成立输国新加坡公司 现场还搬来飞机不仅 显示进军全球决心 这是网品集团首次将品牌授权给海外企业 现在更喊出要用同样模式 进军美国市场预计下半年完成 持股范围将控制在两到三成 今年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的开始 明年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前进的一个目标 要朝国际发展网品布局脚步加快 预计今年在大陆市场还要展店高达67家 其中包括20家12锅 维持营收成长动能 而在国内则将瞄准评价品牌拓点 增设至少50到60家店面 通常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慢的 那么等到调整到比较OK的时候 人员比较适应比较习惯的时候 开店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网品去年合并营收148.81亿元 年增20.92% 售后净利10.2亿元 EPS13.64亿元 通过盈余分配案 配发股力12.57亿 网品强调今年营收 仍将以成长两成为目标 持续站稳连锁餐饮龙头宝座 分析了关于台北 中文字幕提供